订一下能不能录制 因为昨天后来就不知道为什么就倒了 好啦 那我们就看一下课本的64页 好了吗 64页的地方 这一课在讲的其实就是做焦啦 plastic is cheap and convenient 这两个字 来帮我把cheap这个字 写一个东西 写个at a low price 因为呢 你们曾经啊 考试的时候 可以给你那个price 结果有人写cheap 价格没有贵跟便宜 价格只有高跟低 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要讲便宜这件事情 请你记得我们的那个price 是high跟long 没有cheap跟expensive 所以塑胶呢 很便宜 and convenient 然后再把这个convenient写个 it is convenient for什么人 去什么事 因为这个字叫做非人称形容词 it is convenient for什么人 去什么事 这个是固定的一个句型 就是只要我的形容词 是不是拿来形容人的 他呢就必须用for 如果是形容人的 譬如说kind nice friendly 那我们那个时候就用off 所以呢塑胶很便宜 而且也很方便 in fact 事实上 好 这里我已经答在上面了 in fact 帮我写个等于actually as a matter of fact 自己写上去 所以事实上 people today use lots of plastic items everyday 这个everyday呢 帮我备注一下 这个字写个不等于 everyday 我在写什么 仔细看就好 因为这两个字最大的差别 不是在于拼法 而是在于他的间隔 everyday跟everyday差在哪 如果今天他是空格的 他一定放在句尾 因为他叫做副词 可是如果放在句中的 譬如说每天的生活啦 每天的报纸啦 你放在中间的 请你everyday连在一起 所以人们呢 每天现在都会用到很多 各式各样的塑胶的那个item 就是一些物品 many of lamp 好把这个lamp 好了吗 lamp这个字 请你就画到这个字来 我不知道你们是下一行 还是上一行 你们自己看哦 所以他们呢 这些塑胶制品当中 are used 好再把这个are used 写个备用 然后后面呢 写个to加原型 因为呢 be used的呢 他有三种用法 我写在下面咯 好了吗 被用来 然后写个to加个原型 可是帮我写个人 is used to 我写在这里 人 is used to 可是如果今天我用is 或者是get啦 当然你可以用get 你用get也可以 他的意思呢 不是用来 他翻成习惯 那这个to呢 他是介细词的to 所以后面加ing 自己找位置写上去哦 这个就翻成 现在这个人 现在他很习惯做什么事 那如果我今天不要写人 不是 我不要写is 或是get 我直接单纯 只有use the to 那就记得他接原型 可是这个时候的语意呢 他翻成曾经 表示现在再也没有了 所以三个语意 那这边很多的塑胶制品当中 他们其实呢 just once 这个once就是一次啦 他们只被用了一次 and the land become trash 然后就变成垃圾了 好这是课本的64页 跟上了哈 好 再来往下 那这个因为 刚刚我都已经上过了 我就是快速 你如果真的没有操到 你到时候影片按暂停 好等我一下 等我一件事 我再确定一件事 好呦 好来 那我们就往下 所以呢也因为这样 塑胶这件事情 你要 基本上我们现在是检塑了 然后事实剩余熊变 the facts speaks for themselves 就是事实会替自己说话 好这句的语意就是事实剩余熊变 那什么考量到事实是 given the facts 因为given是被给 所以强调的是被动 好再来for example 举例来说 为什么塑胶每天都会用到 可是只用到一次 every week American throw away 来把这个throw away 这个away 中间写个三角形 也就是我的代名词 可以搬到这里来 可是呢 什么时候一定是放在中间 代名词的时候 譬如说lam it 什么as 只要它是代名词 一定只能放中间 所以每个礼拜呢 美国人 他们大概会丢掉350 million 最快速的我给荣誉卡 因为刚好我多一张 这里的中文是多少 350 million 请问它的中文是多少 简单来说它就是350百万 3500万 再多一点 几个零 这样讲来问你几个零 几个零 几个零你要先算 350 然后million million是几个零 三个零一个逗号 我们这叫thousand 这叫million 所以各十百千万 十万百万千万亿 他是三亿五千万 ok吗 所以这里thre honey 你可以把它写成这样 就像million就是六个零 所以他是三亿五千万的那个罐子 再来thous 这个thous指的是谁 就是他 指的就是这些塑胶罐 这些塑胶罐呢 are enough to 包括这个enough to 下面写个tutu 可是tutu的中文呢 请你写点点点 因为两个一个是肯定 一个是否定 所以呢 这些塑胶罐呢 已经足够去做这件事情 什么事情 circle 写个动词 就是绕圈圈 5thous呢 这个thous呢 写个五次 这是翻成次数 等一下后面会有 所以他可以绕地球 绕多久 绕五次 地球多大 非常大 所以表示这个塑胶瓶呢 已经多到 已经没办法输了 那我们全台湾的垃圾啊 垃圾厂已经快 垃圾厂已经快饱和了 他们算过 中立的那个垃圾厂 如果要消 真的要把那些垃圾 全部清掉的话 大概花上百亿 百亿哦 所以垃圾能不制造 就尽量不制造 所以今天开始呢 不要买那个瓶装水 就不要买瓶装水 自己带把文凭过来 所以呢 也因为这样这些塑胶罐 可以绕地球五次 好 再来往下 那for example 这个你们后面到时候会有 所以呢 for example 这个大概都是用来举例 那记得要加多号 记得要加多号哦 好了 然后这一个 我要花一点时间讲 就是我们的 million啊 dozen啊 hundred啊 这些呢 前面有数字的时候 记得有数字的时候 基本上的 million thousand billion 这些都不加s 什么时候会有s 你把前面的数字去掉 就是没有数字的时候 那你的s跟of呢 就要同时留着了 所以s跟of一起留 s跟of一起省 那什么时候会有s跟of 就是前面没有数字的时候 类似的 譬如说dozen啊 hundred啊 thousand啊 million 好所以问你 三打蛋怎么说 你可以找趴着的 你可以找趴着的 来三打蛋 我写在这里哦 三打 叫做three dozens of eggs 证据是错的 好啦 幫我写 three dozens of eggs 好了 三打蛋 这里呢 错的非常的离谱 请问错在哪 刚刚讲的 前面有数字 后面可不可以有s跟of 不行 所以你要怎么写 如果我要三打蛋 我想要留这个三 好 那我就把s跟of一起去掉 可虽然你三打嘛 已经36颗啦 所以egg要加s 这个不要忘记 所以有s跟of呢 就一起留 s跟of 就一起省 简单来说就是这样子 所以你把它想成两百块 two hundred dollars 你的s加的是在后面 并不是在那个单位 你把它想成这样就ok了 好 再来satchers 我就跳过咯 好再来what's worse 更糟糕的事情是 more and more plastic trash is ending up 好来把这个意思 跟这个img一起画 这个其实应该是国中的一个观念啦 可是我发现我们班 有些人并不是很清楚 提醒你英文里面 绝对不能两种动词 你可以两个动词 可是要嘛要把第二个动词做变化 那你前面is已经是动词了 我们有两种方法 可以把它变成不是动词的样子 第一种我加ing 可是加ing呢 有两种状况 一个是主动 一个是持续不断在进行 第二种是pp 就是把它加ed 那就变成被动 或者是已经完成 那这里为什么用is ending up 因为它是现在正在发生的 所以它到最后 这些塑胶的垃圾 会最后跑到哪里去 ending up 跑到后面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 就是illusion 会跑到海洋里面去 and this has 好来把这个has写个已经 所以也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这些垃圾啊 已经 caused an environmental disaster 好吧 把这个environmental disaster 画起来 那上次呢 在上单字的时候 我有跟你说 disaster 可以变catastrophe 反正就是大灾难的意思 就也因为这样 它已经造成了环境的灾害 环境的大灾难 就很可怜 那些鱼啊 甚至鸟 它们也吃到塑胶类 所以它们已经造成了 环境的污染 环境的灾害 所以what's worse呢 就是更糟糕的事情就是 那这里我就跳过 那我要花时间讲的是这里 这个我们之前有上到就是 越怎么样 就越怎么样 譬如说你吃的越多 你的体重就越重 合理来说 所以the more you eat 就是有主词 有动词 所以the more you eat the fatter you will be 那为什么会有will be 因为你还没真的变胖 所以那个the more加比较急 the加比较急 就是越怎么样 就越怎么样 好再来 here is how this happen 好吧这个how 往这个字化 this写个主词 happen写个动词 这叫间接温聚 所以呢这就是 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rain water carries plastic liter 好吧 carry 写个动词 就是吸带 雨水呢 会把这些塑胶的 这些乱丢的这些塑胶垃圾 from street into 好吧 from a into b 画到这个字来 雨水呢 就是把这些塑胶垃圾呢 从那个街上 冲到河里面去了 所以因为有时候大水来的时候 垃圾一定往水里面流嘛 所以这些垃圾呢 就被冲到河里面去了 这一开始是这样发生的 the rivers land run into 好吧 所以run into写个流向 接着呢 因为那个河啊 小条的嘛 它就会流向那个海 往那边去了 tides also take plastic back from the shores into 再把这个from into 所以接着呢 这个潮汐呢 就会把这些说的叫做垃圾 从岸边再把它带到海洋那边去 所以沿路就一直一直 从你家的垃圾桶 跑到外面的垃圾桶 再跑到路上 然后再呢 跑到河里面去 最后再跑到海 最后跑到洋 所以就变成这样子了 好 再来 more over 除此之外 but more over 写个in addition 除了这样子之外呢 plastic is also fed into 好 把这个fed的备注一下 等一下你们会写到 本来fed的以前 你们学到的是喂食 可是这里不是 这里的意思呢 他呢 也被冲到海里面去了 也流向海里面去了 by drains 就是透过一些水管 一些地下道 他们就流到那个海里面去了 而且不只是我们看得到的 地下道的也是 plastic content 好 把这个意思 跟这个content画起来 你真的要找趴着的啦 不然我就要请你处理了 好 然后呢 这些呢 塑胶呢 其实它已经被包含在什么地方 in common household products 他们呢 其实我们平常 日常看到的家用品里面 几乎都包含了塑胶类 来 把sachers 写个等于like 就像什么东西有塑胶类 你们家里家庭用品 有哪些是塑胶类 你其实想得到的都是 连你现在手边用的 应该也很多都是塑胶类 sachers toothpaste 像牙膏 and face scrub 就是你的那个面霜 就是洗面罩 简单的时候就洗面罩 这些都是塑胶类制成的 所以你们现在 像很多那个可临可丽以前 都会说什么有什么小颗的颗粒 然后帮你去角子那种啊 那种现在呢 几乎很多的环保人士都推荐 你们尽量不要买 因为我们在去角子的同时 那个小颗粒 其实会冲到你的那个 从你的厕所冲到往下 冲到水沟嘛 水沟再冲到海洋 可是那个小颗的颗粒 消化不掉 完全消化不掉 那会跑到哪里去 鱼啦 看到表面有东西他就咬 咬进去他就咬给他的那个小baby吃 所以小baby的肚子里面 就是一小颗 一小颗 一小颗的那个塑胶粒 消化不掉 所以就因为这样子呢 这个就是那种磨砂膏的东西啦 就因为这样呢 就几乎你所有家庭用品都有 那这个fat 刚刚没写到的就在这里吧 其实他也不能讲说 把什么什么投入啦 简单说就是放就是 就是进去了 所以就也因为这样呢 就跑到海里面去了 所以besize啦 furthermore啦 in addition啦 除此之外 那fat的三胎 叫feed fat fat 所以记得写上去 好了 所以在这里 要写的是这一个 第一个 feed的呢 本来是喂食 不过我们课本给的是 第二个意思 就是流入 不过第三个要补充的 就是它是一个可数名词 就是一餐 为什么? 因为你喂他吃一餐嘛 所以我们到时候我们的沃土计划 我可以 我会建议你们 不见得一定要去浸摊 我们真的可以去附近啊 就是我们学校附近 有很多的老人院 你知道吗? 还有流浪动物之家 他们我们可以直接去那里 就可以不用担心说 还要跑很远 因为游览车一台也不便宜 所以我们到时候可以考虑 我们要去哪 好来feed的没问题了 所以满足某人的虚荣心 在这里 feed one's vanity 这个v-a-n-i-t-y 我会建议你至少看得懂 看得懂就好 好第二个在这里 就是呢 我们讲说我受够了 受够的英文里面 除了是be fed up 为什么要be 因为他是被动 那为什么是with 因为你受够的时候 后面的这件事情 所以譬如说 你对于考试这件事情 你受够了 我很鼓励你们 如果你现在真的很清楚知道 假设啊 可能应应 并不是你当初想像的一个科系 那你的方法可以做什么事 两个方法 第一个 考虑未来 直接跨考 因为我们是可以跨考商管群的 第一种这是一个方式 跨考商管群 只是到时候你报名的时候 多报一个 会计跟经济就好了 多考一个考试 第二个方法呢 是你干脆现在可以把你的方向 花一点时间 当然这个要分散你的风险 就是可以开始去念社会自然啊 或者是念你的其他的生物啊 那你如果真的觉得你受够了这边的地方 你也不要真的默默就在这边一直忍受 我真的觉得你的三年不要这样去浪费掉 所以如果是be fed up with the tests 比如说对考试已经收够了 那想一想是不是 现在可能你还不是这么适合 你还不是那么适合念书啦 好了 那feed up呢 就是靠什么什么维生 简单来说 就是吃什么东西为主啦 好再来往下 再来 这些呢 所谓的那个磨砂膏 那些东西 就叫microplastics 就是微缩焦力啊 the tiny plastic bees 这个beads 记得就是小颗的珠子 这种小小颗小小颗的珠子 can be found 把这个can be 的be 写个被 它可以被发现 在哪里被发现 in those products 所以你的那个洗面罩 你今天回去看一下 你的洗面罩里面 如果那一颗一颗一颗的东西 请你不要把它冲到 那个你的水沟 你直接丢掉就好了 能够不要用就不要用 因为这些小小颗的小珠子啊 最后其实都被雨啊 鸟啊 它们吃掉了 there are many plastic fibers fiber呢 就是纤维 enclosed to 那这个我会建议 你把这里叫个to 就是我们的衣服上 也有很多的纤维 那纤维因为太细了 所以其实 它也不是这么容易消化掉 好了 tiny plastic bag 这个就是指的 就是那个microplastic 就是很微语 好 再来 people wash their clothes 所以当人们呢 在洗衣服的时候 lose substances go into 好 把这个go into 写个流向 这些小小颗小小颗的物质 这些小小颗小小颗的纤维 这些一根一根一根的东西 它们最后呢 都往那个水里面去了 the polluted water 好 把这个ed 往这个字化 因为它是被污染了 所以它用被动 那这些被污染的水呢 land goes down the drain 那goes down呢 就是往下流 刚刚go into嘛 intu是进到水里面去 go down呢 就是往下 然后就往那个排水道 地下水道 那边就往那边流过去了 from there 那从那个时候开始呢 you will finally enter the ocean 最后它就会进到 我们的大海洋里面去 好 再来这个地方 所以呢 记得 只要一个概念啦 基本上ed 要嘛就是被动 基本上就是被怎么样 那ing呢 就是主动 所以譬如说像the dancing boy 指的一定是他主动跳这个舞 然后不然就是正战进行 所以主动跟被动差在哪 ed是被动 ing是主动 那ed是完成 ing是进行 好了 according to the UN 那根据这个联合国的 他们的那个统计 about 80% of 来把这个80 跟这个percent of一起圈 percent一定要加上数字 那percented就是百分比 所以两个不太一样 那percent大概前面都会有个数字 都会有个off 所以大概有80 百分之80的那个海洋的垃圾 is plastic Thus 也因此呢 biologists now even call the ocean 他们现在那个生物学家 直接把我们这个海洋 把call什么什么来 把call a as b 就是我把a 称为b 他a跟b大概都是名词 所以我把这个a呢 a是谁 就是这个海洋 然后我把这个海洋叫做什么 plastic soup 就是塑胶汤 就是大海洋 这一大锅汤 全部都是塑胶类的 due to the plastic everywhere 好吧 这个due to写个有语 然后写个等于because of 可以喔 他可以等于because 记得要叫of 因为because of 才可以变成名词 记得是because of 也因为呢 太多的塑胶 到处都是塑胶的关系 所以呢 也造成了这个问题 好吧 所以call a as b 这个exication 所以就把a称为b due to呢 记得后面接名词 好 抹一下 我先按保留 那我就继续囉 课本的65页的地方 好了 This pollution is having a terrible effect on 把这个effect on 这个on圈起来 所以呢 这些的污染呢 已经正在 is having 这个having 不要写个吃 他翻成吃翻成喝 可是他呢 已经对那个marine life 这个life呢 写个生物 生命 他对海洋的一些生物呢 一些生命 已经造成了一个很可怕的影响 再来millions of 把这个s跟of一起圈 然后这样子的话 往前 写个数字打叉叉 也就是我刚刚讲的 你如果前面要有数字 后面就不要s跟of 那你要s跟of呢 就请你把数字去掉 所以这里就翻成好几百万 那有好几百万的plastic items are floating in the ocean 所以他们呢 现在正 这个r 往安 句话 所以他们呢 现在呢正漂浮在海洋上 and this may 好吧 把mate呢写个大于mite 这个叫做可能性 那一个概念 mate跟mite呢 都叫做助动词 助动词的后面 一定要接圆形动词 所以你写个aux 这叫助动词 记得哦 助动接圆动 这是一个固定的概念 然后第二个呢 把这个lead to 这个lead to呢 你写个造成或者是导致 那导致呢 它有两种 一种叫result in 一种叫result from 这里是属于硬的那一种 因为它是造成一个结果 所以呢这些呢 塑胶垃圾喔 最后呢 它会可能造成这些鸟类 去做了这件事情 什么事情 来再把这个mistake A for B 就是把A误认为B 把A误认为B 所以呢这些塑胶垃圾呢 在海洋上会飘来飘去嘛 那因为虽然鸟类它们的视力很好 可是有时候可能反光的关系 它们会把这个lead 好了吗 lead指的就是这个字 就是这个plastic item 指的就是这个塑胶的这些物品呢 它们把它认为呢 有亮亮的东西 看起来好像蛮好吃的 所以这些鸟类呢 就把它误认成食物了 所以就这样呢 就把它咬回去了 甚至有的是直接就吃进去了啦 好了喔 所以第一个 have an effect on 再提醒你之后 一定用的一定是on 每个角一定是on 然后第二个呢 我们的影响有两种 一种是正面的 叫positive effect 一种叫负面的 叫negative 可是有时候 它并不一定是正或负 有时候是负作用 你把那个side effect 如果不会的话 你自己超上去 这叫负作用 所以所有的药 再怎样有好都有坏 药本来就是一种毒 所以它可能治好了你的心脏 可能就破坏你的肝脏 所以感冒不得已 当然吃药 会舒缓你的不舒服啦 可是不是 它不是完全全没有坏处的 所以这些要记一下 那这个呢 greenhouse effect 现在比较夯的名词要贵 因为温室效应 就是全球统化的关系嘛 所以呢greenhouse effect 那如果什么事情生效了 叫take effect 像川普昨天 应该说今天早上 他出院了 可是呢 他马上呢就 让一个法令生效 那个法令就是减税 因为他觉得他生病完之后 可能他佛心来的 他就让他就马上就说 要减税 那减税的这个法令呢 马上就生效 所以那个take effect呢 就是生效 那刚刚讲的有s 就有off 不要忘记 第二个lead a to b 就是造成 或者是导致某人怎么样 好 the birds pick up these pieces 好 把这个lead pieces 这个es 记一下 对不起 这s 为什么要加s 因为trash不可数 不可数 我们绝对不会用leads而已 而是要加单位 所以这些鸟类呢 就把这一些的垃圾呢 给捡起来 and feed lamp 把这个lamb 好了吗 这个字化 lamb指的就是这些buns 我没有罢人哦 不要对号入座哦 他就把这些垃圾呢 喂给谁 feed to their young 这个young的后面少了一个字 就是birth 或是babies 就他那个鸟宝宝 简单来说 就把那个塑胶 因为他觉得那是食物嘛 所以他就把这些塑胶呢 给咬回去了 咬回去干嘛 喂他们家的那个小的 年轻的婴儿 as a result 把as a result 圈起来 结果 结果 华先生来 欢迎你去后面站 因为我不想再叫你了 你去后面站 结果呢 many chicks 好 这个chee 写个名词哦 这个指的呢 都是小的 所以这些小小小小小小的鸟类啦 这些小小小小的所有的东西呢 aren't getting enough real food 因为他们吃的是塑胶类嘛 所以他们因为呢 他们吃不足 他们真正的食物呢 吃的根本就不够 and some may even start to death 好吧 这个start to death 就是餓死 简单来说两个字 就是餓死 后面那边有桌子 比较方便你寄 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有一些鸟类啊 有一些可能 琴类啦 鸟小的这些 他们呢就因为这样呢 因为他们吃的都是塑胶类嘛 那塑胶类根本没办法消化啊 所以也因为这样他们的营养也不够啊 所以最后呢就饿死了 活活的饿死了 好 所以start to death 没问题哦 那这个to death呢 口语啦 其实简单来说 因为我们会夸张的讲 就像我们常讲 不要不要不要 不要骂张话 反正to death就是强调 呃程度的意思啦 好 再来expert have found many dead animal stomachs 所以呢 很多的专家已经 来把这个写个已经 然后found呢 写个PP 所以很多的专家呢 已经发现了这件事情 什么事情 少了一个字 写个letter上去 所以很多专家发现了一件事 哪一件事情 many dead animals stomachs full of plastic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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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今天有letter的时候 我要接的是一个主词加动词 这是一个方式 那这里为什么没有letter的原因 它是因为founder的后面 直接接一个瘦格 所以many dead animals 这是一个瘦格哦 然后后面呢 full of呢 写个OC 这个瘦格呢 我补充一个状态 这些他们这些死掉的这些动物 他们的胃里面呢 是full of plastic trash 他们里面塞满了那个塑胶垃圾 在lidine 他们呢就隔屁了 because they're digested 好吧 because 这个字话 so their digestive system 写个主词 word block 写个动词 为什么他们死掉了 因为他们的消化系统呢 word blocked 已经被阻塞了 好了吗 好 先到这边就好 来把你的作业拿出来